工廠員工忙著將各類麵食 辦成品加工完成趕著出貨 這家在大理地區開店十多年的 製麵工廠 由於價錢公道 因此生意一直相當的不錯 而最近老闆有感經濟不景氣 因此特別將工廠製作的 十多種麵食全面降價 跟民眾一起共體時間拼經濟 拼入民眾的艱苦 所以決定把所有的東西都來落價 因為這麵是民生最主要的麵食 為了要讓民眾可以盡量結成一些身份 所以本店今天開始 全面來落價為民服務 老闆郭宗旨表示 這波降價活動主要是為了回饋客人 像是油麵原本每台金買25塊 現在只要20塊 而陽春麵則是從30塊 降為25塊 降價幅度不小 致命業者薄利多銷 不少老顧客聽到都感到相當波心 當然是比較好 因為他們如果感到時候降價他們都會說 對啊 老闆跟老闆娘蠻好的 當然是贊不得好人來拿 對啊 每天來拿 民眾今天大家都很辛苦 可以說 經濟那年買的時候還要落價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生活可以更好 不要說 因為每一人都去給大家 都非常辛苦 老闆郭宗旨說 這一波降價活動沒有時間表 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 能夠持續到景氣復甦為止 而他也希望能夠剖專影域 獲得其他商家來共同享應 讓民眾的日子過得好一些 記住來的秋風台中才頻道